歡迎大家回收客戶,我是粉絲的遊戲頻道 我們今天晚上要來看一下這個散兵坑 我們單日的回歸預覽一下現在1.0的樣貌 目前看起來人數好像不是特別多 然後給大家看世界地圖,我剛才有簡單去海岸線跑了一下 那殺了一兩個玩家之後就被自動砲塔打死了 那等一下地圖去拿了 我怎麼記得幾乎每個轉角都有地圖的才對 看來是錯過 放在這裡面 這不能按 所以一定要找路邊的這種牌子才可以 我怎麼記得這個大的地圖也可以 這是訓練的牌子啊,等一下 那這個牌子到底去哪 真的就是這個位置,但是他不讓我按 怪 可以 又復活 剛才按半天他不理我 那 我剛才去的地點應該是這裡 那我到這邊 繞著這個城鎮走了一下 大概遇到兩三個友軍跟兩三個敵軍吧 所以應該不是這個區 那現在看起來 這邊應該是 比較多人活動了 這裡的話看起來還在佔領中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戰爭開打多久了 前面在講說可能還沒開 那你在聊天室裡面講說 還沒開的應該是指 戰爭應該要剛結束才對 所以這場應該是剛開始 情報在出生島嶼不可用 所以我從這邊沒辦法直接傳送到 前線去 我要加入的話 Deploy必須要從 這個兩把劍的地方才可以 OK所以 我剛才那邊真的是不能夠 互動的地圖 只能看而已 所以我可以查看友軍人數 那我們剛才去的區域是這裡 友軍人數低 所以確實是比較低的 活動人數比較少的區域 這個菱形的尺寸看起來好像有直接反應 活動人數 目前看起來 不管選哪個區域應該都是以橋樑站為主 所以 不是太理想 在 在這種地方 卡人力是蠻糟糕的 浪費時間 在這邊 他說我是下一個部署的玩家 可是又沒有讓我過去 奇怪 傳送正在進行 你是下一個部署的玩家 不知道為什麼傳送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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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槍 可是已經研發出來了 可是已經研發出來了 但是沒有 沒有槍彈 鐵絲網現在也需要帶在身上 所以已經 已經不能夠直接拼空拉出鐵絲網了 為什麼要組什麼白癡手槍隊 對 你是判斬太多 呃 看起來真的沒有任何的步槍彈藥 對啊 沒有看到我在哪裡 我在地圖的陣中 偏左的城鎮 我們就 不要理這群老外 自己出去逛逛吧 還可以看到這種 弓兵就表示 我們現在還相對在安全區 破壞沙包 然後 然後呢 這三包應該是 哦 用鎮 OK 大家 拿些東西 沒有鎮 拿B-MATS 拿B-MATS 對 對 但是我們需要 哦 OK 建造小的沙包 去 建造小的沙包 呃 我需要美術 藥 可以製造一個 發展嗎 不 我們不能 我怕 我們只有手槍還在這邊反擊 南面 南面是斷崖 這個深色區域應該都是不可通行 我們看一下右側的小橋 東面的小橋 東面的小橋 要建起來不太可能 就是要有重武器才有可能 哎 上去了你在幹嘛 啊 這個不能爬嗎 這個都可以了 這邊這樣子直的不行 你 機槍寶 這看起來是自動的 這個 只是一個自動的機槍寶 沒有玩家的話 我不太確定啦 因為現在的公式血量 到底 普遍是怎樣的 跟哪些傷害有效 我已經都 隔的有點久了 我這邊還看到 有一個很像是 機槍腳架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對 是誰啦 GOLDEN COAST 跟著跑來死 不是啊 我們連 步槍彈都沒有 對不對 我們連步槍彈都沒有 我們現在拿著手槍彈在打發小 這個完全是在浪費襯衫 就完全是在浪費復活點數 那個腳架是30mm砲用的 我不知道30mm砲是什麼 對 往北 這也是安全 因為我中間錯過的版本 其實他出的單兵武器也已經非常多項 以前玩的時候就只有 機槍跟破砲嘛 那後來應該又是出了反彈步槍那一類的東西 反彈步槍那個時候也沒什麼玩 反彈步槍 反正就是一個基座啦 對嗎 不用特別的 不用特別去琢磨它是什麼 flank here 我覺得有一些應該是舊標記 對 他們的戰線其實現在看起來是 滿停滯的 然後停滯之後還在浪費人力 這樣 有個發的 會做做看後勤嗎完全不會 那是不可能 做後勤做後勤我一個晚上什麼屁都看不到你就採了一堆材料 然後沒有什麼成果或是做了幾箱彈藥送到前面去 你打算玩一個禮拜再來決定要做後勤 我連我連一秒鐘都不想浪費在研究後勤上面 什麼科技術啊那些都一樣 我現在主要是上來確認他們玩家之間的互動型態而已 看起來好像是比較沒有組織 大的團隊估計還是會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出現 不會 平常感覺跟我們以前的 印象應該是沒有太大差異 後勤不是累的問題不要再幫我轉移焦點 我在講的就是後勤看不到成果好嗎 我時間只有要玩回來玩一集我做個屁後勤 所以跟累不累沒有關係 好問題來兩邊都可以操控 嗯沒有看到哪邊可以跑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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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有效的 這地方的防禦至少看起來都蠻薄弱的 這應該是最弱的碉堡 這應該是最弱的自動攻擊的發售 我記得以前蓋布的那種應該是已經沒有了 以前蓋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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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我這邊翻下去之後 離碉堡的距離有夠近 靠腰 我還射不到他喔 瞄準矯步耶 我瞄在前面 瞄在他上面 現在反而會瞄在 他的頂端 誰去把橋放下來 靠 是我們的人 幹 智障 等一下 我們的人是智障 沒有鎖車 欸 他們已經花掉一百多的 增援了 哇靠 平常的建築物 建築 二百多的建築物 二百多的建築物 OK 他們至少有 至少有步槍 所以 有合理一點 但還是挺腦殘的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有要看 記憶 想要記憶 可以選擇小這樣子 辭職 記憶 記得 選擇小生 小手 A 右邊 Base Upgrade And Smallgarism OK 左側都已經打進來了 因為他們剛才的手槍隊是某一個地方其實有防御缺口之類的 他在右邊 對呀 右邊有右邊有 Sex ring there RM West I'm a suicide pop I'm a suicide real man take him out On your left You OK my dude Doctor I need a medic You love Benji Thank you I need a medic It's gonna die There he go MOTHERFUCK Shit I'm reload Where's our defend? Go around the sides of the buildings Let's go Let's go Someone help please Down this way Take him right Take him right Take him right That's it Eddie Eddie I need a bandage Very tied to us Thank you So it's crazy Ring on the 7 It's coming over Buah Seeing T's Robert Chimp T's Ser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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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ör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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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rv 我 咋 我覺得久久沒完我的單兵戰技還是可以 問題是 目前的戰況看起來是不太好 這邊蠻多的長短物件看起來是他內建的城鎮殘骸地形 有一些建築搞不好現在是被破壞的狀態就是形成那個樣子 或是他那個真的就是一個銅刀地形 這都不像是蓋的 我不太確定他們那個安全屋現在連線的機制是 為什麼滿地都是告示盤 大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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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the medical supplies Don't pick Don't have any I need to help you anymore It's okay boys Anybody got grenades? I have I have You do? Alright I don't know 那個智障手雷丟自己的 I don't know T子有夠遠 我現在才看到T子在哪裡 逆幣了 我怕他手雷掉回來 沒事只要有人問說 有人有手雷嗎 然後另外一個人回答說我有我有 那個就表示要災難了 對 沒有哪一次這種情況最後不是災難了 就是一個會用手雷的人 他不需要其他人提醒他 你有手雷嗎 他就會拿出來用 所以當他需要提醒才會拿出來用的時候 你就確定不妙了 為什麼在拿錘子殺自己人 就是發生什麼事 左側看起來是自己人 側看起來 這是更新的 真的是舊了後期 我不知道這次更新的什麼舊了後期 工業區跟鐵路 這個我都有看到 但是那個東西是早期就會出現的嘛 我怎麼感覺他 他公告的方式感覺那個像是某一種後期科技 我現在1-4-2我覺得我差不多要離在這個戰局 不然應該是不夠 不夠支援 物品好像有三個彈夾就一疊了 是救治員才需要帶血 帶帶血漿吧 一般的急救包應該是不用 靠腰 Def Squadron on me Out the front report for duty Hurry up grab gear get out the front Hurry the fuck up on the sergeant in this area Hurry the fuck up get out of here 醫藥箱看起來也有使用次數10次 你卡車打算開去哪裡 哇靠他撞死一整排自己了耶 等一下那是 敵人在開的車吧 急救包現在也要用繃帶補充 喔那時候是沒到的 Medic Chill medic Chill medic thank you Medic Medic上沒了 好上去你這什麼蛋 到底是什麼毛病呢 偽翼耶 我明明就是從這裡上去 戰線的方向差不多局勢 這不是剛才被TK的那個嗎 Grober Chill medic 你們誰 攻帶已用盡 等一下 喔靠 十次不是治療10個人 十次只能 只能包這樣兩個人 兩個人就沒了 下方 下方 大家選一位小角 一秒 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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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欸 我們幫個忙的時候 不會的話 也知道 想辦法幫他們解闭vs 揉死 幫我幫你 I'm dropping red soup 這是想辦法放結成一點襯衫 我發現我一天到晚換槍換不過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一次按繃帶他都沒有換繃帶 然後就直接走開槍 對阿 治療一個人超過5份的一牢箱 所以那個繃帶使用量巨大 這手雷為什麼沒有炸死他們 保護住了,我們需要更多的錢 我們需要更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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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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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鞭鞭 你往上摔倒了,你往上摔倒了 你往上摔倒了 有的鞭鞭 我需要把一些枪那些枪 我需要把枪材放在那边 我们需要把枪材放在那边 有一个枪材在这边的枪材 我猜猜,什麼其他人都在做? 來,往下,往下 來,往下,往下,往下 天啊 Irllok Fuck No What you doing? Get over there you dickheads Goodle pandan Don't worry about them You guys charge the test painted What are they doing? 以我們的補給狀況 其實是不是不應該鼓勵大家追過橋呢 所以我不在基地復活 然後我基本上要回到島嶼 然後再寫另外一個地方 那關站也有時間限制 可是跟以前那個放棄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我也確定已經死透了 我還是可以 我還是可以聽到周圍的聲音 我怎麼印象中之前死透了 就可以強制他沒辦法收到周圍的資訊 所以要記得去槍決一下 那個倒地的敵人 我們這裡呃17分鐘前說 我們被我們被輾廓了 這裡沒有人指揮 13分鐘前說 我們已經放棄了 我印象中我看到一個回島嶼的選項 那這個戰況我不太確定 他的每一個數字指的是什麼東西 可能是佔領的領地數量吧 是嗎 OK 復活在這裡啦 回到出生島嶼 先按復活都在選 關站只能關站隊友 關站只能關站隊友 也對 所以他現在關站就是 不是看自己的屍體是 黏到一個附近的隊友身上 好啦 到另外一個地方逛街 你要自己挖礦 你還要自己把礦煉成材料 然後還要拿材料去製造廠做成補給 再用車把補給載到前線 放進去那個基地裡面 然後被前線的30個智障 嘻嘻哈哈的20秒內玩光這樣 呵 差不多就是做後勤的做所有工作 就是你辛苦枯燥乏味的做重複的事情 然後前面的智障把它送光 基本上不推薦沒英文玩 除非你有七八個朋友 對 你七八個朋友通話打 就用中文玩沒差 那你就與世隔絕 其他人在幹嘛你都不管 那你們七八個人合作 合作無間就好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基本上需要能夠看得懂 外界的資訊會比較好 你要能夠知道其他人在幹嘛 那你也可以只有三四個朋友 但是其中一個人會英文就好 啊什麼事我什麼事都問他就好了 一台坦克的朋友就夠了 然後大家都看不懂英文 你是在 你是在跟我講這個前提嗎 原來 整個戰局在幹嘛都不知道 只要看得懂自己的一台坦克 就可以贏了 沒有 我在講的就是有一個前提 好嗎 你要人數再少一點的話 那你就是至少要有一個人看得懂 然後如果真的都沒人看得懂 那 你們也可以玩後勤啊 也可以玩突擊隊啊 但是就 不要去搞什麼重裝備 努力蒐集一個禮拜 去撞一個沒有人的防線 然後 然後被一個當地農民炸掉 我已經講了 對 英文不會的話 人數多一點也沒關係 全部人都不會也可以 還是可以玩得起來 會英文的話 那你人數少一點也沒關係 因為你至少看得懂其他人在幹嘛 那現在植物的樣貌 地貌也差蠻多的 比起以前 然後自動把我人物周圍的地貌去除 所以人物的輪廓還是蠻乾淨 但是 我現在這樣子更難判斷哪些植物會阻擋我 應該說會提供我隱蔽 哪些植物不會 有一些跟以前是一模一樣的植物我還可以 直接套用經驗但是 有蠻多新的東西是不太確定的 但這個一定有 總部會射擊 被鎖了 我需要在意嗎 如果現在這個真的是他們最主要的戰區 規模就這樣的話 閃兵坑還是讓我有點懷念他貝塔的年代 就是1.0 你多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可是戰鬥還是處於一個實際時代的報名狀態其實是 有點悲哀 加上人數也不是特別多 就是不能夠把這個資訊太當真因為他 畢竟隨著週末週日各個階段的人數反而就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時段算是亞洲 的晚上但是蠻多 主要的玩家權的時間可能現在是 半夜或是早上 就是剛清晨 嗯 就可以跟奶奶卡车说拜拜 蠻奇怪的,我没办法在海边蹲下 他没有显示我的弹夹数量 我只知道我现在的弹夹里面还有 8发,可是我不知道我剩下几个弹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猜猜窗戶 是一個小竹 好像是會自動設計的住宅 我不太確定 這個好像也是 後勤車剛才經過這條道路 理論上是 也是有可能補給這裡 對下面應該沒什麼動靜才對 這裡也是 駐軍規模高 駐軍火藥度低 所以規模應該是告訴我裡面的物資吧 我不太確定 然後火藥度應該是只有多少人在這裡活動或是 有多少的戰鬥在發生之類 火車鐵軌也要自己接啊 這個橋是一開始就在就跟那個道路的橋是一開始就在一樣 但鐵軌也要自己蓋 他現在這個人數我已經在說有點災難了 他現在這個人數我已經在說有點災難了 他如果再分伺服器應該是當場死亡 靠這個不防彈啊 這個 這個不防彈 靠 呃有隱形牆耶 有隱形牆 這個不讓過 然後災難 隨時可能落水然後就暴斃 但是地形看起來不在面 不防彈 只要 腳掌有碰到水 基本上就不能蹲下 他不管那個水到底蹲下之後會不會 淹到我 只要腳掌有碰到水就不能蹲下 剛剛那個圖示不知道是不是我被壓制的意思 嗯 他拿的那個槍 不像 不像步槍呢 對 可是也 也不是我知道的卡冰槍的聲音 我知道某一版的時候雙方的武器有拆分 但我不太確定他是不是連音效都拆分 嗯 所以他們的步槍是不一樣的嗎 那那個是他們的標準步槍 然後但是他們的步槍是半自動的 所以還真的變美軍打德軍 哇 酷 我去看看他的基本訓練現在教的什麼東西 我去看看他的基本訓練現在教的什麼東西 新兵報到按1讀告示牌 哇我學會 我會讀告示牌 按Shift衝刺 如果你迷路了按M打開地圖 這也太爛了吧 我沒有任何可以互動的東西 我沒有任何可以互動的東西 我只是經過這個每一個告示牌然後自己讀 他說在你繼續訓練之前記得到基地儲存自己的重生點 難道我真的會死嗎 我是 我是很懷疑 因為一路上你都只讓我讀告示牌 我不覺得你有做任何互動事件 按Space翻牆 翻不過去啊爛透 話說爬梯為什麼不是用互動鍵是用Spacebar 其實我這個不太理解 對 但我好像玩的肌肉記憶還在我的 還蠻 直覺的就按了Spacebar 不是自動嗎 沒有沒有你要分清楚全自動跟半自動的差別 因為那個射速很明顯幾乎就是我的卡屏槍的射速 他那他那一把步槍的射速 我在講我拿手槍去掉他 可是他可以一直連發所以我覺得他很奇怪 基本上就是卡屏槍的射速 半自動是有鎖射速的好嗎 你現在 聽我的滑鼠的聲音 有聽到嗎 我大概點五下他手槍才打一下 可是你告訴我這個手槍不是半自動嗎 半自動 還是有射速的差別 不是你點多快就射多快才叫做半自動 那你倒是告訴我一下他射速比較快但不是半自動的槍械的意思 我非常納悶 標準羅勃登步槍 所以我在這裡可以拿得到標準的 三連發手槍 我這邊可以拿得到那個嗎 Colonial的步槍嗎好像不行 嗯 這裡為什麼是放步槍彈 這上面的圖示很明顯是卡屏槍 卡屏槍 卡屏槍現在也用步槍彈嗎 哦 所以 卡屏槍 卡屏槍跟步槍彈已經整合了 但是他硬生生打的傷害就比較低 他用的是同一種子彈但是傷害就比較低 對 那挺不錯的啦 這樣對後勤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友善的改動 因為以前卡屏槍是一個蠻噩夢的武器 就是他他站力不錯可是你為了 為他特別多準備一種 後勤資源其實很常搞混槍械跟彈藥的功能 然後就會造成剛才那種前線有步槍但是沒有步槍彈 前線有卡屏槍但是沒有卡屏槍彈之類的狀況 這把好用啊 我說以前以前就是我的 最愛兵器之一 但他真的很常拿不到彈槍 現在現在應該是不會 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雙方有拆分的機槍吧 對不對 我現在用的應該是 是Warden專用的 按E使用火箭筒嗎 沒有我要先架上去 打包 按V撿起 按B部署 所以他已經裝好火箭筒在上面了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叫我還要在 按V撿起 按B部署 我不知道怎麼轉他的方向 再猜一次 武器穩定度的那一條 不知道是什麼鬼東西 這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在改動 扛這三角這樣 滾輪滾輪 不是滾輪 QE不是我要怎麼旋轉 按住右鍵OK按住右鍵可以 然後 我 假設 按V撿起 按V部署 按E使用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讓我裝蛋 我 我不知道什麼地方會放火箭蛋 先來玩玩看我們的機箱 走到高處趴下 旋轉超級慢 好沒辦法架 發下勒 嗯 現在是不用架腳架的意思嗎 因為我這個慢到我覺得我本來就已經是 不用動 不用架腳架 這把不用 所以還是有 還是有別把機箱需要 我看到 這給窩燈的射速不夠快啊 我們是酸式攻槍 機箱應該快一點 雙方都有不用架腳架的機箱跟需要架腳架機箱的意思吧 雙方都有不用架腳架的機箱跟需要架腳架機箱的意思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還有左還有右鍵選單這個也是以前沒有的 機箱機箱也使用標準步槍彈 機箱也使用標準步槍彈 機箱的造價應該蠻昂貴的吧 不然 不然人均機箱手就好 OK 那只剩5發 我靠原本的步槍 12發這樣剩5發 這個瞄準速度是正常的嗎 哇靠 這瞄準速度是要打個鳥蛋 我已經趴下了 我們看一下他縮圈之後開槍恢復的狀況 開槍不會再大到爆炸的話那其實還好 但是開槍如果就大到爆炸的話那這個武器我大概不用就你不會想用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然後他的聲音是有自己的獨特音效 所以可以區分是不是具體槍在打你 可惜子彈沒有 就子彈的那個 異光特效沒有辦法區分 是不是具體槍在打你 現在科技術改完之後 衝鋒槍的戲份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對 我們剛才也完全沒有看到有人用 我摸不到衝鋒槍的彈甲 被他擋住了 風箱是移種子彈沒問題啊 風箱是移種子彈沒問題啊 我確定射速比以前快啊 我確定射速比以前快啊 這個參數給的比較可惜一點 他沒有給累積的參數 所以單發傷害看起來永遠都很低 那Storm Rifer 現在也是 兩邊割一把嗎 兩邊割一把嗎 對啊 這個目前看起來還是兵器之王啊 呃 對 重鋒槍跟他的近戰能力真的是區分不出來 然後這個東西是萬用的 綠星的初級步槍子彈會再多5發 所以是30發 單發的傷害應該要比較低 子彈多的意思不就表示口徑小 我先看一下他給的傳統步槍的殺傷力現在是多少 這樣才知道我讀到那個數字有沒有差別 52 67 63 有點隨機性跟距離好像不是太有關係 跟打中的部位好像比較有關 58 幾乎在視野邊緣呢殺傷力還是蠻維持的 36 38 差不多步槍感覺 會打不死人的距離就是這個距離 也不是真的打不死只是就 他明顯不是步槍的殺傷力 也不是真的打不死人的 一樣傷害沒有加 應該是單發的傷害 這個距離就打不死了 頂多打第2排 殺槓現在已經沒用 打不死人了 是被抱怨太多所以整個被削爛了 是嗎 4次攻擊就必須換彈 4次攻擊就必須換彈有 我會用呢 我會用 我會用的 所以單兵火箭筒 RPG跟穿甲彈 兩種 所以沒有 沒有破片 等一下 這移動速度是正常的嗎 哇靠 等一下 裝彈之後有變慢 OK所以裝彈的火箭筒會變慢 射程呢 調整速度蠻慢的 我沒有拿另外一種彈筒 這是PX嗎 這跟掛著的那種看起來 是同一個還是不同 好像是同一個 所以他有手持的版本 沒有啊 會變慢嗎 所以是重量的問題 彈頭彈頭讓重量變重 那我把這個都丟掉 對我把這個都丟掉其實 還可以 OK沒有瞄準就發射的話 他硬中率蠻糟糕的 怎麼更換彈頭呢 怎麼更換彈頭呢 靠搖啦 用於取射火箭頭 對 真的只能用在這裡 所以RPG是什麼都打 他沒有鑽打車輛 然後這個才是鑽打車輛 然後這個才是鑽打車輛 那我要怎麼使用呢 好 必須蹲下按Q OK 600傷害 對傷害力差不多 主要是穿甲增加 腳架 腳架 架設是 反坦克火箭筒 反坦克火箭筒 然後火箭筒就炸BG 但 這應該是 這一種火箭筒比較厲害 我記得Pierre可以蹲下發 可以趴下發射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 他真彈簧啊 他沒有 他沒有後方的排氣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火箭筒是不是 有真的把這個做出來 感覺是沒有火箭筒可以趴下發射 馬爾斯應該把自己的腳炸掉 雖然說 有一定的 就是握姿有一定的角度 可以避免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還是非常不保險 因為地上有石頭啊 還有什麼呢 你是後方的友軍殺傷範圍 不知道有多大 如果你真的趴下發射火箭筒 那大家都會看到英式裝備 就覺得英國人是弱智 但是 你把他實際為什麼這樣開發的理由 看一遍之後 其實就會覺得 還蠻多英式的裝備 其實是蠻有道理 手雷可以拋嗎 我怎麼記得手雷好像可以拋啊 還是我有記錯遊戲 我有可能記錯遊戲 手雷現在還是一樣 360 no scope 不太好 這個是應該要改掉 你看我的奔跑方向 我現在在往這個方向跑 然後 我往這個方向跑之後 可以直接 忽然間轉身丟手雷 這個是 非常不ok 這個手雷的頭質其實一直都是蠻癌細胞的東西 但是 他變相的強化了後勤戰的必要性 因為 有能力多生產這一大堆手雷給前線亂丟的地方 基本上升算會大很多 沒有 跟講好的不一樣 我的預估線是沒有畫到那個 結果他還是 中 這遊戲有尾焰傷害嗎 這遊戲有尾焰傷害嗎 我們 烹煮手雷 我剛剛還漏完了一個反坦步槍 高爆雷的傷害力比破片雷高一點點 但不重要 那確定高爆雷比 傷害比反坦炮 反坦火箭要低蠻多 欸等一下 15分鐘啊 你太樂觀了 應該撐不了那麼久 我再確認 這到底是誰的傷害 好 邊裝填還可以邊維持穩定性 OP 看他沒中 靠北 550 對啊 這傷害差超多 反坦手雷現在還有用嗎 他在玩反坦步槍對不對 還是狙擊槍 好像是狙擊槍 他好像沒有反坦步槍可以玩 所以 反坦步槍是被拔掉了 還是拔場沒有 還是 我的沒有 對阿 這是 Sternreifer 所以我沒有看到反坦步槍 OK 只是拔場沒有給 不過 這個人還是有反坦步槍 我要走了 這不能走了 我已經要走了 你還給我加這種鬼東西 哇靠 其實我們的生命太單純太簡單 等一下所以在鐵絲網底下匍匐前進的時候速度比較慢 測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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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是一樣的 剛才可能lag吧 不知道為什麼他加速了一下 我很懷疑這個障礙本來是讓你繞過的 大家都繞過他 藍軍的反坦步槍不用架設 我先講問一下我什麼武器需要架設 我 我剛才其實玩到現在我發現我所有武器都不用架設 我是真的 medical supply 所以我要幫假人包紮是嗎 不必 這個我知道怎麼做 cover providing protection using cover will give you boost of stability 所以你的岩體 標示自動等於武器穩定度加成 如果你被壓制的話你會失去穩定度加成 先減低再來是直接失去 如果你沒有岩體且被壓制的話 你的穩定度加成可以變成是負的 也就是說他可以壓制到扣除你最基本的穩定度 如果你在岩體內被壓制的話 只能夠把岩體的穩定度加成移掉的意思 好 我岩體現在分三級 為什麼我趴下反而岩體更少 为什么他可以进里 这个没有 蹲下又是满的 我这样实验不了躲藏视野 我以为这个假人应该是敌对的 可以实验躲藏 那屋子又是干嘛 视频是一番重要的 视频是一番重要的 在地区的游戏 是一切捉到的 尽管它可以看到 和门上的屁股 在山上的山上 也是一样的 这所谓的 相当的 阿德索爵在哪里 他的意思是指自己找朋友试 哇靠这么偷懒 阿德索爵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找朋友来测试可见度 哇靠 教学还是一如往常的绕塞 扯爆了 OK 他说满体力的状态下我们应该可以游到对面的梯子 看起来刚好是差不多一般河流的宽度 有人要死了 怎么还没有溺斃啊 他没有溺斃耶 太神奇了他溺斃耶 没有他上来 前缀太多了 看得捕莎莎 他是有加战队之类的吗 我不知道 colonial 你这叛徒 绿队的跑来蓝队的冲他去 原地飘浮的时候不会耗体力 只有游泳的时候才很好 所以落水就在那边飘浮等 等等等机会再游就是 这个 这个为什么看起来枪管是分两边 是坏掉的 这东西还在吗 我好像很久没看过有人用这种东西 差不多都可以回去前线看看 左右转都可以 要体验采矿车吗 不要吧 还在 鸡泡还在 嗯 我们上一次是在沃尔 卡拉汉 卡拉汉布斯这里还没有去过 去看一下 理论上他们算是同一个战区 两边应该都要有一些压力才对 两边应该都要有一些压力才对 搞这里的补给有一点多 搞什么 搞什么 你慢点 你慢点 爆破的声音 听起来不太妙 只要是你主场 你听到爆破的声音 通常都不太妙 再一个 不过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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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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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截 為什麼打不到他 鬼異 他們身材還有手勒 這個地方的補給放的真的是有一點多 但我還不確定他們的交戰規模就是 真是有破砲 天啊 他們的Mk2 Rifle其實不多欸 欸 等一下 喔 所以我剛才拿到的是Colonial的槍 難怪我覺得怪怪的 怎麼聲音跟他們的是一樣 不是我們自己的卡冰箱 所以現在還可以使用敵軍的武器是嗎 只要有撿到繳獲進承認中心的話還是可以 那後勤的箱子也可以喔 可以整箱帶走 如果截破後勤卡車 可以整箱 整箱帶回自己的基地交 喔 這麼白癡 但是彈藥是通用的 所以重點是那個槍械而已 其實彈藥應該還是比槍械珍貴 對 腳破對方的彈藥直接交進自己的中心 好 走錯方向 搶對面的坦克跟船都是可能的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下是因為 對面白癡啊 就是他沒有上鎖 就是他沒有上鎖 我不太確定現在坦克跟船 是不是還是一樣吃跟以前一樣 需要帶防毒面具才不會被毒氣毒死 如果是的話那也還是 對啊 就還是會有智障 然後不帶 然後 然後就掉給對面這樣 不然大部分的情況下其實 很難截車啦 那個 板手什麼的那個 你停在防禦設施附近 也不可能過去用板手 又再說可以開鎖 靠 我知道可以開鎖 重點就是 正常人不會讓你開鎖 會讓你開鎖的已經是白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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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should I give us cover? I don't know So please don't destroy it 他們正在 Inside the garrisons 他們算是正在進攻 但是 這個感覺像是要去 丟手 我讓他過來幹嘛 另外一側有一道橋有人 這個 關站一下其實蠻有用的 對 可以黏著友軍關站 我們 瞭解現場狀況的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比起以前 我還是比較習慣一般的步步槍 因為 如果我真的只要帶少量彈藥的話 卡冰槍 卡冰槍那個彈藥量 就不太夠用了 這個方向 我還是要到小橋看看 我們都有破炮了對不對 其實 班長是有可能的 我還是要到小橋 但說真的破炮真的 所有的炮兵都很少會出現在 無組織的戰鬥 對 然後出現的話那表示有人在浪費資源 你 他這個是怎樣 所以現在鐵絲網不會直接勾死你 我沒有流血 這邊都網起來了 這邊都網起來了 這應該可以拆掉吧 不可以拆 都要用高爆雷 什麼叫子彈射是浪費 無消就無消 到底是不是無效呢 連那個最爛的木塔都要用高爆雷 那他的招架最好有變貴一點 不然 單兵能做的事情真的是少到爆炸 他是有幾顆 但是 回去熟悉環境 這是破炮嗎 那為什麼你們有破炮蛋 蛋有沒有在用 對啊 我們不應該用破炮炸這些東西嗎 那你們為什麼要嘗試 沒有辦法破壞設施的推進 救護車是幹嘛 hello guys whoever is new head to the bridge he1成本改低很多 所以 he1手雷變得很好生產 又改回來就是 這是破片蛋 所以他可能沒有沒有對沒有高爆對戰豪造成傷害 破片蛋只能對步兵殺傷 我猜一下 我們是不是正在被破爆炸這裡 還是有人再把沙包壓掉 還是有人再把沙包壓掉 救護車是運醫療物資用的 那 一般的一般的破車不能運了嗎 不然為什麼需要特別用救護車 啊 洗接下來 說到 轉眼間他們就已經崩潰了 現在有這種物資叫傷兵 所以他可以當做前進醫療戰把傷兵放進去是嗎 如果是的話有可能 因為傷兵是要放進醫療戰的 然後他會變成襯衫 他不是拿著槍嗎 他不是拿著槍嗎 我會讓你進來 这招带的东西更多 这招带的东西更多 重点是他们这边过去之后就是对方的自动设施 所以其实 你没有打算用炮或什么东西炸掉的话不是太有意义了 PACE THE SPRING NADE 这边有什么旋转高爆雷神叫这样 一小时前写着标语 标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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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過得去嗎? 有這個小橋 這小橋甚至是可以升降的 我的體力不太好 我的體力不太好 Volt as well 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 重生點還有投票的功能 Volt什麼鬼東西 OK你們想要幫忙的話看起來這裡應該是比較合適 他們還在建設 這不能進去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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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nna build the second pillbox come on seriously guys come on I'm doing what I can but I can't build this pit I'm gonna go get myself some more ammo 用卡冰箱的設計是一定有問題的 所以沒辦法繞過去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很多人在繞 挖牌 dx 老五 鑲 抬頭確認一下友軍的狀況 主要打擊